各位同学好 在之前的小单元呢 已经为同学将整个四伏马达控制的范例 设计完成了 那么在这个小单元呢 我们就要展示给同学看 如何把它放到FPGA的板子上面来进行 那么就会让同学更为了解 这个例子到底是如何运作 我们就赶紧来看看今天的课程吧 那我们首先呢 看到就是一个Quotus的一个 已经写好的这个专案了 那稍微让同学来看一下 在左边的部分 就是我们用到的所有的模组的 Bialog的档案 那这个就是SVMotor的Demo1 还有User Interface 还有PWN 那当然呢这些范例的程式码呢 在我们之前的课程都已经介绍过了 那另外当然这个除弹跳跟同步化的这个 也都是之前已经介绍过的模组 所以把它直接拿来使用就可以了 那不过在这里稍微要跟台北来讲一下 因为我们这里呢要驱动3.3V的这个PWN的信号 所以呢在这里要做一个调整一下 所以这里看到 如果你要对device的一些部分做一些调整的话呢 我们可以在这里可以做一些设定 好这里可以看到这边有个Voltage 那这里呢 我们呢要把它调整到这个LV TTL 那这个输出的一个Standard 好3.3V 好那当然这里要特别去注意一下 就是每个板子它应该有一些建议的一个设定 好那今天使用的D10 好然后它要去驱动 这个Server Motor Kit的这个板子 好所以呢这里我们最好是把它调整到这个部分 好所以在这里呢跟同学稍微介绍一下 好 然后呢我们就可以来进行编译 然后来进行烧录 好那么这个部分呢我们就可以完成 那各位同学 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 之前已经设计好的四伏马达的控制范例 那现在我们就操作给同学来看一下 那首先看到的就是在左边的这个板子 就是我们之前使用到的D0的板子 那再来是右边的板子 就是Server Motor Kit的板子 那这两家同样都是由友经所推出的板子 那上面的这一个马达 就是MG996R的四伏马达 那我们已经把它全部连接在一起了 可以看到中间的这个部分 就是透过排线将这两端的GPIO的这个信号 它连接在一起就可以把PWM的信号 传递到Server Motor Kit来 藉由旁边的这个信号 透过这一个是我们的Reset的按钮 这个开关 那现在它是呈现是在正常操作的模式 好所以我们现在呢 透过这两颗按钮 我们就可以来让这个马达来进行 增加角度以及减少角度的一个控制了 好我们先来看到它增加角度的部分 好所以可以看到它现在呢 将它的角度增加到180度了 接着呢我们可以 再来让它减少它的角度 好那同学会发现 现在它的转速比较慢 那是因为呢我们把它的速度调得比较慢 好那我们是透过这两颗开关 来进行速度的调整 那我现在可以稍微的让它加速一点点 好那接下来可以看到 如果呢再让它往 好增加角度的一个情况 同学就会发现 诶它的一个 好速度感觉有点加快了 好那接下来呢 我们再让它变到最高速的情形 那来比较一下它的转速 诶发现真的明显快很多咯 好那这样子呢 就是把我们之前设计的这个 好的样子 好都已经把它实现完成了 那如果说今天我希望把它重置到 90度角的话 那我们就是把这个reset信号打上去 它就会回归到 90度的这个重置的一个规划 那么这边整个例子 就是让同学来看到 我们刚才所设计完的这个系统的一个样貌了 好那接下来呢 我要来展示另外一个结果 但是这个结果呢 我并没有告诉同学如何去设计它 不过我想让同学自己看一下它的一个动作 然后尝试看看自己有没有办法把它实现出来 那么到时候呢 同学可以在讨论板上来进行讨论 那我现在呢 已经把这个电路也烧录进去了 那现在呢 我是先将整个电路 好让它在一个重置的情况 所以这个开关就是一个重置的这个开关 所以我现在让它是在重置的一个情形 好那待会呢 我把这个重置信号 好回归到平常的情况下的时候 同学来看一下它的动作 好那其实这个看起来 跟我们刚才操作的那个电路 其实是非常相似的 不过呢 这里我不再透过外部的 user interface来进行操控 而是让电路自己本身里头 进行一个自动的一个运行 那同学可以想想看 如果我今天想要把我们之前设计好的电路 修改成这个电路 你可以怎么来进行呢 那我这边给同学一点提示 同学可以利用我们前一个单元 好的这个系统设计的方法 来进行设计 透过状态机来表现 这样子的一个操作模式 就可以顺利的完成咯 那么我就在最后的课程 让同学小小的思考一下 这个电路可以如何来进行咯 好那我们的这个展示呢 到这边就告一段落了 那我们的课程呢 到今天就搞一段落了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单元的回顾 那我们在一开始呢 先为同学介绍了四伏马达控制 好那有介绍一个MG996R的这个四伏马达 好可以透过PWM的方式来进行设计 然后呢我们就提出了把这样子的一个马达 然后透过一个四伏马达模组的方式呢 来完成一个马达控制的范例 那主要呢完成了一个SVMOTOR的PWM的模组 还有一个呢 SVMOTOR的USER INTERFACE的模组 然后呢完成了整个上层的电路 把他们连接在一起来控制马达 各位同学在这个单元呢 为同学透过一个四伏马达的例子 让同学了解怎么去实现整个控制的系统 那么呢其实并不会太困难 那么也希望呢刚好借由这个例子 把我们之前所学的各种知识把它用进来 那也希望同学呢对于这整个课程 上完都收获满满 那么整个课程到今天就全部结束了 那么谢谢各位同学的学习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